那我們前面講過了 路程跟位移不一定會一樣 所以速度跟速率不見得會一樣 剛給你舉個例子 200公尺速度是0 但是速率是05公尺 它不一定會一樣 但是 我們通常是考慮 國中考試幾乎都是負責版的直線運動 因此在這裡的時候 速度的大小就是速率 為什麼 為什麼在這個負責版的直線運動裡面 速度的大小就是速率了 28 28 等一下 等一下 28 12位 請坐 雖然講得有點不清不楚 因為負責版的直線運動呢 就是 位移的就是路程 所以 這個兩個一除完之後 因為反正大小都一樣 所以除出來大小就會一樣 除出來大小就會一樣 所以在負責版的直線運動裡面 速度的大小就是速率 就是我們未來考試題目幾乎都是這種 幾乎都是這種 幾乎都是這種 所以說未來我們就不太分什麼路程跟 過癮這件事情 當作這種 好 那請注意 什麼叫做速度一樣 我是向量 所以我有大小有方向 如果你要講這兩個東西的速度一樣 必須要大小一樣方向也一樣 一個向東每秒5公尺 一個向東每秒3公尺 當然速度不一樣 因為一個5一個3 但是一個向東每秒5公尺 一個向西每秒5公尺 還是不一樣 因為一個方向向東一個方向向西 方向不一樣 要講一個東西的速度一樣 必須要大小一樣方向也要一樣 這樣才叫做速度一樣 兩個人 我們到後面要教所謂的等速度運動 就是速度要一樣 那你就要記得大小要一樣 方向也要一樣 也因此會帶出一些結論 我們後面再跟你說 好 請問你 高速公路上車子 一個時速90公里 台中開高雄 一個時速90公里 台中開基隆 這樣速度有沒有一樣 一樣 為什麼一樣 不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是否相同 一樣還是不一樣 為什麼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Number 10號 10號 一樣還是不一樣 為什麼一樣 為什麼不一樣 一個時速90 台中開高雄 一個時速90 台中開基隆 一個時速90 為什麼不一樣 十號 為甚麼不一樣 為甚麼不一樣 因為位移不同 請坐 這邊你看不到位移 因為你只有速度 你沒有時間 你算不出位移 你說他不一樣的原因是因為方向不一樣 一個台中開基隆是向北 一個台中開高雄是向南 所以你的方向就不一樣 剛剛跟你講過了 速度要一樣 必須要大小一樣 方向也要一樣 方向也要一樣 而他們的方向不一樣 所以雖然大小一樣 它仍然不叫做速度相同 這就要告訴各位 什麼叫做速度相同 請理解我們怎麼樣去算速度 位移處理時間 怎麼樣去算速率 路程處理時間 請理解什麼叫做等速度 大小要一樣 方向也要一樣 這就是我們這一段所教的內容 OK嗎 OK